好 歡迎B組登場 B組派出的是 才高八斗 學富5G 謝元錦老師 派得太對了 如果你覺得 奇怪 怎麼會派謝元錦老師 你看看其他兩位隊員 你就知道為什麼 老師感覺比較沉穩一點 沒有錯 但是我們B組時間剩下60秒 而且沒有技能卡 老師可以嗎 但是 還是有獎品 還是有獎品 對 獲勝可以得到 50吋4K一金顯示器 太好了 以後看手相 就是將那個人的手 放在那個螢幕下面 可以看50吋這麼大 看得更清楚 對 看事業線更清楚 收的 好 準備好了 老師先答題 時間只有60秒 兩邊都60秒 老師 沒問題 非常的公平 老師 請出題 人開通常是捲農曆幾月幾號 7月1號 正確 民間故事廖天丁的結拜兄弟是誰 紅姑 正確 神明當中其貌不揚 且有鬼王之稱的是誰 中葵嗎 正確 2024年歐洲足球儀標賽的主辦國 是哪一個國家 德國 正確 著名故事畫皮 收錄在哪一本小說呢 標賽之意 正確 西水勝地外雙溪 位於台北市哪一個行政區 北投 正確 紅衣小女孩的故事原型發生於哪一個縣市 泰宗市 正確 兒童文學湯姆利賢記的作者是誰 馬克圖溫 正確 台北大巨蛋的地址位於哪一個行政區 信 正確 漫畫獵人當中 雷歐利最初想要成為什麼職業 醫生 正確 成語良幼不其中的幼是指什麼職務 下一題 下一題 2024年巴黎奧運的吉祥物叫什麼名字 下一題 被譽為最醜車站且在六月洗燈的是哪一個車站 中立車站 正確 中央銀行隸屬於哪一個院會 新政院 正確 電視劇斯卡羅改編自哪一個歷史事件 下一題 爵士美女王羽菸出自於哪一部武俠小說 王羽菸 那個叫 什麼 仙龍馬步 是 仙龍馬步 是 對 對 當女人說是美女王羽菸 我怎麼沒見過他 他沒來過節目吧 他是在天龍八部 他是一個武俠人 武俠小說的人物 剛剛最醜車站真的是中立車站 中立車站 真的還假的 因為他們現在這樣 有多醜 因為我以前念中立高中 然後那邊前站都超級髒亂的 而且我們以前高中的時候 老師都說要小心走過車站的時候 最好戴著口罩 為什麼 因為有一陣子是有人會拿著抹布 然後派出這種迷幻藥還是什麼 去誤住人家 那是要接受 有這種事喔 我跟妳那時候是噴什麼藥 我那時候是噴一種 在網路上買的 沒有這個藥 沒有 沒有 那時候就是因為會有很多 外籍義工 然後街友 然後大家也會在那邊亂丟垃圾 難怪方醫師後來去學營養 知道怎麼吃就真的那個藥 但是現在呢 中立車站已經把它蓋成地下花 它其實在2024年6月15號 晚上最後一班試題 他們就暫停 因為要把它地下花 預計2033年會有新的中立車站 跟大家進行 讓大家庆目以待 對 2033年 還是要宣布啦 不好意思 B組挑戰吃吧 YES OK了 這個很厲害了 今天很可惜啦 都差一點點 對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他們都有更好的一些作品 要來提供給大家 沒錯 在7月19號 我們GARA在全台上映 是 讓大家去感受一下 視覺感官上的極限 天啊 密集恐懼症 7月19 看完包著你回家 不用再吹冷氣 對 真的 如果你真的很害怕 你可以看這個 再重看 可以再重看 你也要成群自行 是的 我在8月24號下午3點 在台北 金石堂的丁豆店 會有一個簽書會 大家可以來玩 好 謝謝 恭喜兩位 兩隊給你新的作品 那最重要的還是要謝謝我們的關主 幫我們手下十萬年代 對 謝謝 謝謝兩隊熱情的參與 還有觀眾朋友您的收看 我們百變之多心 一起動腦筋 下次見囉 拜拜